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小就做木像做起来 应该差不多五十年了 这件换做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当时他们这里 我们这片区都没有的 都是从台湾 还有从韩国预保进来的那些不具 后来我就说 我想 我说 我们中国人做的那个东西不行吗 我说 非要他们进来吗 所以我的杀定决心来把那个东西做好 因为手工呢 就永远都是被那个机器做出来 就会比较驴合一点 散动一点 就没有那么死吧 如果是要做好的话 确实来说 第一个主要是你用心去做 不要去想别的东西 要做好那个东西 你就是转制它 不怕疼痛 不怕疼痛 一天 反正睡觉的时候 想着它怎么做好 这是这个道理 最先找我的就是那个江苏 后来就是北京 福建的那个葡萄 还有那个小马 河北 现在还有那个正好 还有那个安非 福拿 包括广东 就是那么多的地方 是 今天 Jazda 这个就不敢说了 反正那是人家供应的 好不好都是他们供应的 不是我自己说的算了 大家供应的就帽子行业的人 人家是供应我们这个做的可以了 所以说不去台湾啊 不去韩国做的来找我做的 我坚持的东西 除了他 我还找不到第二个 鼠工的好多方面好 对于猫行的追求的东西 在我验尸的人里面 当时我所知道的做这种 猫龟的这种东西 我还真才找不到他的东西 有上来说说 东西是有对比性的 他鼠工各方面都好都挺好的 现在有一个大公司 就是每个公司 他叫我今年能够做 我说今年就会到了 我说要明年 他说只要你愿意帮我做 我再等你明年 就是这样 安关那个公司 当时呢 就我有一个像是二十多年的朋友 就他们公司里面去做 经过他的一些介绍 我认识了 那两个老板 老板娘就是比较用心 就比较追求完美的一个 一个失业者 就是比较豪爽 那种人 就懂得小艺人的那个老苦 他比较很尊重我们的小艺人 所以他今天 应该来自于我的大人 就是这样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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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 你听说 我认识 我认识 你看他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我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希望年轻人为自己也好 为国家也好 为社会也好 都是要专心 做每一件事情要做好 要恒心 要耐心 绝对不是一样难事 只要不要懒惰 要恒愤就肯定可以 第一 不要给国家贴麻烦 第二 为了社会能够做一点 对社会有贡献的东西 不要去选害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 我教小孩也是这样 我自己也是这样 去做 做给他看 社会繁荣 暗定 那些人不要太安逸 忘记了那个 违据的那个思想 居安示威 这种思想 就OK了 OK了 所以我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已经建议了 没有 都共产 离不投尽 都共产 很多人 都共产 都共产 是基因 都共产 小 instantly